看看新闻网 我何必说谎 爱一个人 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 从唱红歌曲《说谎》的林佑佳 在三年恋情终结的当下 被前女友邓子齐控诉 是那个在感情生活中 广化连篇的人 恋人反目分手风波一触即发 如今更有一眼欲裂之事 近日为演唱会做宣传的林佑佳 再度开枪谈感情 极力澄清自己绝不是邓子齐 声称的那种复兴汉 有很多谣言或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抹黑 我选择沉默没有回应 只是因为我不想要再伤害彼此 但是我没有回应不代表我默认 而在感情方面 林佑佳显然也有一肚子牢骚 特别是对邓子齐 曝光两人的吵架细节耿耿于怀 有时候风波不是自己引擎 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 为自己说说话 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两人的分手风波并非只停留在双方的互相阶段上 因为在分手的当下 林佑佳已经被目睹和创作人丁文奇上演同居戏码 分手仪式还没理清 这头就出现了一个新欢 叶儿林佑佳口中的那个自己也很受伤 就难以拨得同情分 舆论似乎大多倒向了扮演受伤小女孩角色的邓子齐 去结束任何一段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一个人是不痛苦的 同样被指示父亲汉的 还有现年42岁的郑中基 既与女友杨谦话分手后 又结束了与阿萨的婚姻 郑中基不安定的感情生活一直是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2011年郑中基结识了现任妻子于斯敏并顺利完婚 本想这下能够安定下来了 可没想到她刚刚参与新片《神秘宝藏》 就传出了和女主角陈法拉 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这边郑中基本人对婚外情的传闻直言奉陪到底 那边绯闻女主角陈法拉也迫不及待的出来澄清 所谓暧昧只是新片拍摄的需要 没有一分是真的 所以本来想他们来再远远地在偷拍 然后想也就是报道我们拍戏 最多拍拍我的一些在片场的一些花絮 但是出来一定要写绯闻 为什么一定要写男女关系呢 虽然如此但陈法拉也坦言 并不会因为绯闻而在工作上有芥蒂 只是这被传的出轨一事 陈法拉曾经郑中基怒骂 而郑中基的太太于思敏却显得十分超脱 坦言这就是嫁给明星的代价 是他告诉我的 然后一看见就是但是明白了 哇太假了吧 妻子如此出言力挺 想必这一段绯闻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了 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